这一次大地震重创了太鲁阁国家公园园区内的大同大理部落连外道路 这个路上是多处摊坊 让大同大理部落变成是孤岛 居民在第一时间被直升机运送下山一轻 但因为回家的路满目疮痍通行不易 运送山区农产往返非常不方便 华联县政府、泰管处还有空勤总队合作 在今天早上协助部落吊挂怪手上山 希望可以修复对外的步道 太鲁阁同理部落与领导受损严重 过去三个月来靠在族门以及山人热心 徒手逐步修缮通往大理部落的德卡伦部道 太鲁阁同理部落自然生态自治协会理事长李慧连表示 0403地震之后唯一连外道路卡伦部道间有六处探方 目前已经进行清除通行 连接大同部落的萨克党领导 也有八处探方 其中三处面积相当大人力无法清除 需要怪手从部落往下处理 海拔大概八九百 但是我们部落族人都常常去山上 尤其他们培养他们的小孩 我相信这个部落不会被遗忘 因为部落族人一直没有放弃 虽然没有人路 虽然目前因为0403地震之后 状况更惨 但是他们不放弃希望这次先先行争取我们就是一台怪手能够到身上去尽速清除未来任何災害或是道路不通的情形可以适当的尽速来解决 那其实大同大理部落现在目前状况 其实我们都非常清楚 主要是他们生活的一些必需品 他必须要用运输的方式 那常年来 他们也是用运输的方式来处理 但是他们希望更好的是希望有一个更公共的流容可以提供在地的部落族人每一个人都能够就是说用公共流容的方式大家来互相来自己来管理自己来解决部落的问题 李婚姻表示部落决于极致购买一辆二手挖土机青银石头 通过换新政府 乡公所 消防局 空勤总队各个单位的协助 把怪手分解成为三包向军方借用专用的调挂网 来包一草把怪手调网上山 很感谢这段期间众人帮忙让部落重建工作露出曙光 记得就很喜欢我的频道